如果圈越小,信号值掉的越慢会怎样? 现在游戏里是圈越大,信号值掉的越慢 如果反过来,游戏会有什么改变呢? 1.前期圈外不会有人 在我们跳伞刚落地的时候,那时候会刷第一个圈 如果信号值掉落是相反的,它第一个圈的外面是最痛的 人物在圈外基本上是一秒就没 即使是第二第三个圈,伤害也是超高 因此前期根本不用担心圈外会有人偷你的屁股 敌人是不可能在圈外存活的 2.落地搜物资要看准时间 是因为前期的毒实在是太痛了 所以我们搜物资的时候肯定会看准时间 物资少一点,装备差一点无所谓 万一耽误了跑毒时间,那这条小命可就没了 尤其是第一个圈是最痛的 这时候载具也显得至关重要 有载具就能多搜一会儿了 3.一局时间将超久 相一改,决赛圈和落地的情况就完全相反了 在决赛圈的时候,毒是一点都不痛 能在圈外存活几分钟 如果配合上能量药品和医疗箱 那存活个几十分钟没问题 所以到时候决赛圈将打得超久 要多的满地图乱跑 到最后看谁先没药 这样的游戏可就太没意思了 所以光子是肯定不会这么改的 好啦,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